台北捷運內部都設有加值機讓民眾來加值 但有民眾向議員陳情 單超加值機速度慢又不方便 議員測試之後發現加值機速度的確慢了6秒鐘 而且採購價格竟然還比捷運公司用原來的售票機 改裝價格貴上了7倍 來到捷運單加值放上悠遊卡 螢幕出現選擇服務項目或放入紙巢字樣 這台單超加值機號稱一次花8秒時間就能加值成功 但是每次只能加一張紙巢的面額 不少民眾覺得好困擾 左邊這一台加值機是由悠遊卡公司採購的 但是右邊這一台是捷運公司 將原來的票卡販賣機改建成的加值機 但是明明功能差不多卻被議員質疑 價格差很多 捷運公司的建議以及民意的反應 質疑要把多超改單超 這個失誤的決策的話 涉及圖利的一個弊案的問題 單超加值機全屬悠遊卡公司採購 功能叫陽春 在201年的時候新購了65台 但是加值速度慢就被民眾罵翻 到了2014年竟然還加碼3000萬採購 離譜的是悠遊卡公司還把原本建置的 150台多超型機升級成單超型 又花了3000多萬元 一元通批一共花了將近1億元的元網錢 相較之下捷運公司也將337台早期的元卡 售票機改裝升級成多超加值機 只花了980萬元 平均一台單價不到3萬元 價差竟然高達7倍 有好像這機器就是已經在車站了 那實際上民眾還是有一些價值的需要 在這樣的設備上把它增加功能 應該是對民眾是一個便利的一個方式 買沒多久 我們不可能很快的就是把它拆換掉 因為捷運線一直擴張 那要新增設備這個需求 我們才會去採滿新的設備 藝人通批到底是土利廠商 還是敢在柯文哲當選就職之前拼命消化預算 擁有卡公司解釋 是為了讓民眾加值的時候 有更多時間可以思考 才會有單超級的加值服務 只不過花了錢 說是升級依然是民怨載到 UDN TV 客市長 沈永沛 台北報導